丁雨昕 邓恩西主演的古装剧长乐曲 结局后好评满满 探案部分故事精彩 男女主角的CP火花也很强 剧情又甜又虐 成了暑假档期的黑马古装剧 而最近他们两位也是上了你好星期六宣传 两个人在节目中的甜蜜程度简直让史料不及 比如在节目中丁雨昕上一秒还在表白邓恩西 下一秒直接被送走 是谁还沉浸在三神有幸中走不出来 我就说我磕的CP包甜的 在嗨六上丁雨昕和邓恩西上演结婚情境 丁雨昕对妹妹大声表白我爱你 结果触发关键词直接被送走接受惩罚 小丁心甘情愿 这可真是个甜蜜的惩罚呢 节目中小丁对恩西多加照顾 不仅保护妹妹给妹妹放水 在接受完惩罚后说的那句头发乱了 更是直接应控我梦回思缝 我看是心乱了吧 一整个晚上嘴角就没下来过 我愿称之为三神有幸最强售后 是谁还没磕到呢 而且之后的高空悄悄板 更是将节目的甜度推上高潮 丁雨昕 邓恩西对战陈哲远 梁杰 为了迎娶星星使出浑身解暑 登上悄悄板的梁杰稳如平地 陈哲远恐高却也在高空上单膝下跪 为他戴上戒指笔心合照 丁雨昕镇定自若一边控制平衡 一边保护着邓恩西男友力爆棚 两人在高空中戴上双人围巾 为邓恩西涂口红 陈哲远忍不住喊话丁雨昕 不要这么帅 所以说呀 这年头会营业的明星才是真角 丁雨昕 邓恩西这二位就是如此 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 他们在中秋晚会上的表现 在万众瞩目的湖南卫视中秋晚会上 年轻演员邓恩西 以一席挂博粉群惊艳亮相 瞬间成为全场的焦点 她的出现仿佛为这场中秋盛宴 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 让人眼前一亮 邓恩西身穿的挂博粉裙 设计独特 剪裁得体 完美地勾勒出她曼妙的身姿 粉色作为主打色调 既显得温婉可人 又不是少女的活泼与灵动 挂博的设计更是巧妙地展现了她的颈部线条 增添了几分优雅与高贵 整件裙子在灯光的照耀下 仿佛散发着淡淡的光泽 与中秋的月光交向辉映 营造出一种梦幻而亮漫的氛围 手持撑花伞 邓恩西在舞台上缓缓走动 宛如一位从画中走出的仙子 她即将演唱的《只愿你一人》 不仅是一首情感丰富的歌曲 更是对她此次造型氛围的完美诠释 可以预见当她开口演唱的那一刻 整个舞台都将被她的歌声和气质所征服 作为新生代演员 邓恩西一直以来都以出色的演技和清新的形象 受到观众的喜爱 她不仅在影视作品中有着不俗的表现 更在时尚领域展现出独特的品味和魅力 此次中秋晚会的造型 无疑是她时尚之路上的又一例作 让人对她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邓恩西的舞台表现力一直备受认可 她总能够用自己的方式 将歌曲的情感完美地传递给观众 相信在这次中秋晚会上 她也将以自己的独特魅力 为观众带来一场试听盛宴 无论是她的造型还是她的歌声 都将成为这个中秋夜晚最难忘的回忆 当然了 有邓恩西小美女的地方 怎么能少了丁雨昕 这位大帅哥呢 只见我们的大哥领丁雨昕 以一身白色长袍亮相 不愧是被大家号称白无常呀 就连衣服都是白的 上场后的丁雨昕与邓恩西合唱了 这首《只愿你一人》 还贴心地结果邓恩西手中的粉色小花伞 两个人站在一起的场景 真的就感觉他们彼此 就是对方最好的归宿 况且在听到两人同台合唱的时候 简直是有不少观众都被他们给填到了 邓恩西的歌声活泼又灵动 完美将她19岁少女的感觉 诠释了出来 丁雨昕的歌声沉稳 还是挺令人惊喜的 没想到丁雨昕会演戏也就算了 竟然歌也唱得这么好听 真的是让人对她刷新了认知 况且最近那部古装剧长乐曲 可是火得不要不要的 不管是朋友圈还是微博 到处都能看到大家在讨论剧情 夸演员 说起来这部剧能这么火 除了剧情本身吸引人之外 主演丁雨昕和邓恩西这对CP的营业 也是功劳不小啊 可不是嘛 现在这年头 电视剧没点糖可不行 观众们追剧除了看剧情 还特别喜欢看男女主角在戏外的互动 要是演员们能像丁雨昕和邓恩西这样 大大方方的营业一下 那剧的热度想不上去都难啊 你看人家这营业态度 那是相当的认真负责 发布会上亿亮相 那眼神交流 那默契配合 简直比剧里还要甜 还有各种花絮 采访 也是尽显亲密无见 看得CP粉们那是心花怒放 恨不得立马把民政局给他们搬来 当然了 营业归营业 尺度还是要把握好的 有些演员呢 可能是想营业过度了 结果用力过猛 反而让人觉得尴尬 像那种刻意制造绯闻 炒作话题的 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毕竟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作品好不好看 演员有没有真感情 大家心里都有数 说到底演员营业 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宣传作品 吸引更多观众 只要把握好尺度 用真心去和观众互动 相信大家都会感受到他们的诚意 毕竟谁不喜欢看甜甜的CP呢 不过一部电视剧的成功 演员的营业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更重要的是剧情 制作 演技等等方面的综合实力 希望未来的影视作品 能少一些套路 多一些真诚 用精彩的故事和精良的制作 为观众带来更多惊喜 况且说起丁雨昕 邓恩西的CP感 在《长乐曲》中 冷面大哥领沈渡 与他的白月光颜幸先婚后爱 但他却在成婚一段时间后 才发现颜幸 是他童年心底 一直藏着的那个人 其实沈渡这个高领之花 与颜幸成婚后的日夜相处中 逐渐喜欢上了对方 颜幸为了破案 以身入局 而沈渡总能与他默契配合 在关键时刻保护着他 冷面少年的态度转变 以及两人的甜蜜互动 让CP感溢出屏幕 爱上颜幸后的沈渡 更直接化身宠妻狂魔 有夜盲症的他 强忍着不是也要为颜幸关灯 只因颜幸开着灯会睡不着 出门查案秀假爱的同时 也不忘花重金买发簪 温柔地帮颜幸戴上 看到颜幸被为难 他更是跪在地上露出心疼的神情 高冷的沈渡从冷言冷语 转变成情不自禁的眼神追随 网友们笑说 很难相信你们一开始互相厌恶 恩爱是假的 动心是真的 戏外互动比戏里更甜 在长乐曲的团宗阿福派对中 邓恩西需要用嘴 一根一根接过丁与希咬着的玫瑰花 接到第三根时 丁与希已缓缓松开嘴 但邓恩西却迟迟咬不到玫瑰花 两人的距离越靠越近 而玫瑰花掉落时 两人相识一笑 邓恩西害羞地解释着自己不是故意的 丁与希便温柔地安抚他 游戏画面一出 网友直呼狠狠地刻到了 根本看不出来两人实际年龄差距十岁 丁与希 冷面大哥领沈渡 丁与希在《长乐曲》中饰演冷面大哥领沈渡 铁面无丝 心狠手辣 人称白无常 因患有罕见的雀目之症 所以怕黑 小时候家族遭遇冤屈 而成了最臣之子 长大后凭借着高强的武功 以及清晰的头脑 为太皇太后排忧解难 实则是为了调查父亲的冤案 丁与希 叛逆大小姐严幸 丁与希在《长乐曲》中饰演足智多谋的严幸 从小失诚刑部大于都思 擅长断案 且为人正义勇敢 一心想成为独当一面的女官 长大后为保全家族 而替逃婚的姐姐嫁给沈渡 但其实两人早在小时候变相识 也在儿时成为彼此心中的光 照耀且治愈着彼此 成婚后的两人携手办案 严幸总凭借着过人的智慧屡破其案 而她高冷傲娇的丈夫一次次的在关键时刻保护她 也让她渐渐确认了自己的心意 感谢观看